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 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又称17条协议。 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 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 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 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 中国官室称之为西藏平叛,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 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 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 通过这些运动, 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 到了1956年, 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 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 但是遭到藏人的激烈抵抗。 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 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 就是在这种形式下, 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 访问印度, 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 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 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 他在70年代的时候出版过一套回忆录, 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 他就讲到, 达安喇嘛那时候已经, 就是说达安喇嘛的哥哥二哥加勒顿族, 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达安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 为什么我说他是战争而不是说他镇压, 因为他不是用警察, 而是用了正规军, 而且是野战军。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 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 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 仅1956年一年, 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 波及43个县, 450多个厢, 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此时毛泽东派周恩来赴印度同他会面, 并带去了六年不改的口信, 劝他返回西藏。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 周恩来和赫龙来看我, 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 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 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 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六年, 六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尽管当时达赖喇嘛返回了西藏, 然而中共对周边藏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缓和。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 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 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 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 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 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 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 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 时至1959年3月。 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达赖喇大头人, 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 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 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 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 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 3月10日这天, 数万藏民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 恳请他不要前往西藏军区看演出, 藏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鸿门宴。 而中国官司50多年来始终说, 这起事件是藏方有预谋, 有计划的要发动一场叛乱, 围困罗布林卡, 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 这成了达赖喇嘛后来出走印度的直接导火索, 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 请您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谢谢大家 阿天乐际